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电波网 我是主播林芳暖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的是 陶渊市中立火车站被网友戏称是全台最丑的火车站 加上三铁共购等工程施工 造成前后站交通混乱引发民怨 立委鲁明哲带领交通委员会视察工程进度 交通部长王国才宣布 明年六月拆除旧站 启用性站 中立火车站被戏称为全台最丑火车站 因为配合捷运绿线机场捷运A23站 延伸扩大月台办理工程及三铁公购计划 导致前站后站交通混乱充满公安威力 陶渊市长张善政交通部长王国才 及立法委员鲁明哲带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到现场会看工程进度 全部完成的时间现在估计在民国120年 那未来在中立的这个地方 包括会有新的站体 大家讲中立站很丑 这个我们就换一个比较漂亮的站体 然后在整个前后站 有包括三铁的这个服务 我想说整个对于中立地区的发展 还有我们这个市民的便利性提高非常的多 市长在致辞时也说到 中立火车站地下化工程 加上基捷A23站捷运绿线工程 三铁共购延伸到中立是非常困难的工程 长痛步入短痛 希望未来能一劳永逸 那么今天这边刚刚讲过是最复杂的地方 复杂的原因是因为 桃园唯一的三铁共购就在中立 台铁的车站要重新改建 那么另外这个基捷 2月23我们刚刚下去看了 正在施工 然后这个绿线捷运也已经核定 所以我们觉得说 虽然非常复杂 但是工作一步步往前推进 将来中立这边会变成桃园最亮眼的地区之一 立法委员鲁明哲特别向铁道工程局 一一核对工程相关时程和进度 希望能如期发包并且完工 挥别最丑车站无名 因为我们的绿节延伸线 过去的设计是没有进中立火车站 那这个部分会造成民众很不方便 我在这里特别谢谢我们交通部 特别谢谢张市长新的团队 让我们这个从巴德来的绿节延伸线 能够进入中立火车站 未来预计118年完工 基杰A23站延伸工程 铁道地下化工程也准备发包 预计120年通车 另外巴德延伸到中立的绿线捷运 经过行政院核定后就能启动相关工程 未来扩大月台工程完工后 希望能告别最丑火车站无名 还给市民便利整洁的中立火车站 除了 我们当然要来评约